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同时因为地形险峻 每年都有许多探险者从阶梯跌落山谷 老实说从这种沿着山脊铺设的台阶上跌落 要还能站起来那就真的是奇迹了 但即便如此也挡不住热爱冒险的游客们 所以为了保证游客的生命安全 当地政府下令封锁这条天堂之路 遗憾的是周围树起的铁栅栏也拦不住想上山的游客 每年依旧有许多游客冒险攀登 同样也有许多人跌落山谷 莫名而来的游客几乎都是抱着朝圣的心态 实在让人敬佩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